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大会 25号上午在北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大会 并为公司成立揭牌 组建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是党中央国务院 着眼于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增强我国重要矿产资源 供应保障能力的重大举措 对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促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独资公司 和国家授权投资机构 公司将坚持开放协同 合作共赢 坚持市场化 法制化运营 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 世界一流矿产资源综合服务企业 王勇 何立峰出席成立大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 相关省市 以及有关金融机构和企业 行业协会负责同志等 共约120人参加大会 中央和国家授权投资机构 中央和国家授权投资机构